2004年有一部火遍整个中国校园的电视剧 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看过 这部电视剧在上映之后 便受到很多高校高中同学的关注 甚至很多大量的朋友都能痴迷于这部剧 可能很多朋友在这部戏里 能找到自己青春的回忆吧 没错 这部戏就是18岁的天空 光听着这部戏的名字 就能感受到青春校园的气息 曾经这部戏里的主角们 因饰演这部戏而爆红 至今蓝菲林的饰演者歌手金沙 他在剧里的角色仍深深的烙印在观众的脑海中 当年参演剧里的很多演员 也是因为这部戏而被观众所认识 拍这部戏的时候金沙才21岁 饰演大帅哥石研锋的李志南 当年更加年轻 年仅19岁 当时他们俩在剧里 可谓是不知道迷死了多少少男少女 时隔12年 当年18岁的天空 现在也已都变成了三十而立的年龄了 当年电视剧里的好多演员 也都慢慢的淡出了影评 现如今 李志南已经很少出现在影评上了 当年年仅18岁的他 可谓是前途无量 还被媒体称为国民最年轻的男神 现如今却很少有好的作品 他在影评上也只是偶尔参加一些节目 更有网友嘲笑说 只能说18线明星了 青春不在 曾迷死多少少男的金沙 相如今也有33岁了 李志南也31岁了 不管他们现在如何 我们还是希望 他们能够天天快乐 他们当年曾经给我们带来 如此经典的一部校园剧 已经足够 可能当年光看18岁的天空的我们 还是十几岁 或者20左右的校园生 如今很多的我们 可能已经结婚生子 回首这么一部青春剧 真是感慨万千 曾经的佩佩老师 你可曾知道 你没嫁给古老师 曾不知道给我们留下多大的遗憾 朋友问我 是的 分手